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荒野食一路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番茄的修剪 正确的修剪番茄能提高番茄的产量 获得更好的果实品质 当然修剪并不是只是白白番茄的侧芽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随机应变,该修剪的修剪,不该修剪的不修剪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是怎么修剪的 随着番茄的生长,它的侧芽会在结尖形成 这个我们要急速掰掉 有时番茄的侧芽会长得非常的巨大 就像这样的,这是主烧,这是侧芽 侧芽上也带花絮 这时候很多人就舍不得掰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侧芽的顶梢掰掉 三片功能液,一个花絮 这样它也能接触品质比较好的果实 番茄肌部发出来的侧芽异常的强劲 你看是带着花絮的 因为它根不进,它能直接吸收到营养 所以它长得非常的旺 这种侧芽会严重影响到主腕的生长 主腕现在在结果果实已经在发育了 但是它会严重影响生长 这个我们也一定要及时输出 因为一不注意它又会长得非常的长 你看这都是肌部的侧芽 没有及时输出,所以就造成养分的浪费 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你看它离根不进,它就吸收养分的多 它又长得非常的快 番茄种植中呢,并不是你把侧芽打了就不再长了 这让以前打过侧芽,但它又长了侧芽 这个也要打掉 我们看这个已经结果了,但是果实前面也有侧芽 这个让有个节点,一般掰还有断 这个很浪费养分 这个是生理性权液,这个你就不用管它 不会影响开花结果 你看这果实还不是好好的 完全没有问题 什么是不该修剪的呢 有些品种它只需要适当的修剪 或者是完全不用修剪 比如甜蜜冰柱呀,蒙古矮人呀 北极玫瑰,白奶油 这些品种都是不需要修剪的 它的侧芽一样结果 你看这上面三个侧芽都带着花 什么是适当修剪呢 这取决于你的种植环境 种植我建议是不要生搬硬套 不要是看别人怎么做你就这么做 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修剪你可以灵活一点 如果你的种植空间非常小 比如阳台呀,或者露台 种植密度又非常高 这个时候你可以修剪一下过密的叶片呀 或者是侧芽 让它的腕和叶片能合理分布 如果你是地栽或者是露台 有种植池 你的空间又非常大 这个时候你的腕可以多保留一些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致就这些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